我是真假千金文里的真千金 我实在没想过那么狗血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于是我下意识带入了闲来无事时看的小说 剧本中所有人宠爱假千金 真千金回家后备受刁难 因嫉妒陷害不成 最后惨死街头 我打了个冷战 直接对他们一家说五千万 不打扰你们一家相亲相爱 没想到 他们反而怜悯地看着我 开口也只敢要五千万 孩子你受苦了 那你 五千万很少吗 有钱人的世界我不懂了 这万恶的资本家 你 首富找到我时 我正在医院里照顾奶奶 奶奶是突发心脏病 已经昏迷很久了 医生说再找不到合适的心脏源 她估计只剩一年时间了 养母在一旁吹鼻子 瞪眼地咒骂着 死老太婆 都是半只绞尽棺材的人了 还给我添乱 我的脸瞬间就沉了下来 眸光变得冰冷幽深 我抬眸向养父看去 她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拉了她老婆一下 结果被她一下子甩开 都是你这么没用 养父捏入着嘴唇 想说些什么 最后到底什么都没说 养母还在一旁叙叙叨叨 书可忍 审不可忍 奶奶需要敬仰 请你出去 反了你了 你个小贱蹄子 还敢跟我顶嘴了 看我不打死你 说着 抬手一巴掌 便向我挥来 助手 一道怒不可遏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个穿着 名贵西装的中年男人 和雍容华贵的妇女 着急忙慌地走过来 养母被她这一嗓子 喊得愣住了 一时间都忘了来打我 你谁啊 我教训我女儿 关你什么事 男人从公文包里 拿出一份亲子鉴定 就凭她是我的女儿 养母 啥玩意 养父 呆住 一如既往地呆 哦不 比平时更呆了 我 优贺 那么狗血的事 还能发生在我身上呢 死鸡般的静默蔓延开来 一时间所有人都没打话 最后 还是由我来打破 这份尴尬醒了 有什么话出去说 别打扰我奶休息 医院外的咖啡馆 请问你们要点些什么 服务员在一旁问道 你们点吧 我请客 男人将手里的菜单 递给养母 举止投足 尽是名贵优雅 这气质我在心里嘖嘖感叹 不过 好像在哪里见过她 我想起来了 财经新闻的常客 A是首富 顾云 那想必她身旁的美妇 就是娱乐圈当红天后 宋桥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都给我来点 养母一改刚才的泼妇形象 有些谄媚地笑着 我侧眸瞄了一眼 好家伙 专挑贵的选 等菜都上齐了 养母大快朵衣 还好心给养副家愣着干嘛 吃啊 我也不客气 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毕竟 奶奶的医疗费 养母一分都不肯除 都是我省吃俭用 做兼职补上的 我也好久没吃到这些东西了 再说了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 会跟美食过不去呢 偶尔抬起头来 却发现首富富 目光愧疚地看着我 好像在看一个乞丐 终于吃上热乎的饭一样 Duck不必 差点噎死我 见我咳嗽几声 我那个亲妈 急忙买饮料拿给我 柔声叮嘱慢点 别噎着 谢谢 我略微有点不自在 从小到大 除了奶奶也没人关心我 不过 这倒是让我对这两位 有了些许的吸益 当然 只有一点点 他俩看我们吃得差不多了 缓缓诉说起陈年就是 我亲妈在怀我的时候 出来散心 结果意外 养水破了 情况危急 便在当地医院生产 好巧不巧 还和养母同个产房 最后因为产房有点混乱 就报错了 我咬着吸管 在心里默默评价着 这出一戏剧 狗血程度A级 莫名想到我闲来无事 看的推文 怎么老是这些有钱人 在丢孩子 真是令人唏嘘 亲爸地上另一份资料 这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养母接过来 下意识念出了上面的名字 顾熙 桌子底下 我抖着腿的动作 墨地顿住 直起身来看了一眼 资料右上角 赫然贴着顾熙的照片 清秀的五官 一双眼睛像小鹿一般 给他平添了一份楚楚可怜 把我的稿子撕掉 拿烟头狠狠烫我 我阴阳怪对着养母 气补了一句 跟你还挺像的 可不是吗 一副德性 令人作呕 第二章 同意回家 二 亲爸亲妈 既然能找到这来 自然是对我的过去 调查的一清二楚 我的成就 包括我这些年所说过的苦 宋乔温生开口 他的眼里充满欣赏 闪过一丝 自己都没察觉的骄傲 你和小夕一个学校对吧 你能靠自己的努力 考上这所大学 你的未来真的不可限量 他这话倒没说错 顾熙可是由这位 音乐界天后级别的人物 亲自教导 才考上博努力大学 而我是实打实靠自己的 养母也忍不住说是吧 看我把他教得多好 宋乔对虐待自己女儿的人 自然没什么好脸色 眼里闪过鼻翼之色 而我现在知道 他不是我亲妈了 以前没有养育针 现在连生育针都没有了 自然毫不客气地 呛他得了吧你 也不知道 谁一直想让我辍学来着 他脸上顿时一片轻一片子 脸上浮现出尴尬 想发作又因为对面 两人不得不按耐住 亲爸亲妈脸色更加不好看 直接从口袋里 拿出一张银行卡 这里面有五千万 签了这份协议 以后瑶瑶和小夕的抚养权 都交给我们 对上我的视线时 又有些慌乱的解释 瑶瑶 小夕毕竟也和我们生活了二十年 我们 我比了个OK的手势 表示理解 我是真的蛮理解的 毕竟 养殖小猫小狗几年都有感情了 何况是人呢 而且他能跟我解释一下 我也有点子意外 再说了 猎物要是跑了 可就不好玩了 我有些玩味的勾了勾成脚 倒是有些期待 顾兮看到我是什么表情了 养母眼里闪过贪婪的神色 不管是亲女儿 还是养了二十年的女儿 他压根都不感兴趣 他脑中想着的 只有如何敲诈这两个冤大头 养母小心翼翼将卡收好 又挫着手略显猥琐地说 好歹我们也辛苦养了瑶瑶那么多年 五千万 是不是有点不够啊 对面两个人似乎没看过 那么厚颜无耻之人 一时愣住了 半天知不出什么话来 我见状 轻飘飘扔下一句话是挺辛苦的 辛苦你在我出生时 忍住没掐死我 掐死你 亲爸顾云当即就拍着桌子站了起来 对呀 因为刚出生身体不好 看病要花好多钱力 养母顿时有点心虚 宋桥早已渲染玉气 是因为早产才会身体不好啊 难怪小夕当初那么健康 都怪我没有再细想一步 哎 你别哭啊 这是揍麻呀 我有点慌张 急忙从旁边抽了张纸给她 可以说 我这个人最怕女人哭了 尤其是美女 养母被我这么一说 面子有些挂不住 又生怕她的卡还没五热就没了 急忙签字就带着养父走了 留下我和这两人面面相去 我低头喝着饮料 有些不知道怎么开口了 两酒 他们小心翼翼开口 咬咬 你愿意和我们回去吗 我有些吃惊 原本以为他们是要直接带我回去 没想到还会问一下我的意见 咬咬 你要是不想回去 我们也尊重你的意愿 但私心还是想让你回顾家 你还有两个哥哥在家等着你 他们满眼蜥蜴地看着我 倒让我有点无所适从 最后 我只对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 帮我奶奶找心脏园 这是自然 我们已经让人去找了 两个稳重的人 这一刻显得和小孩子一样开心 第三章 回家 三 将户口签出来后 我拿首富爸妈飞拉着我去逛街 给我买着买呢 这跟我想象的剧本不太一样 我还以为他们会对我像小透明一样 但是 OMG 老子做兼职都没这么累过 我好疲惫啊 我一把拉住了他们前进的步伐等 等一下 我们歇歇 我找了个空椅坐下缓缓 顾云去给我和宋乔买杯饮料 我有些搞不懂 他是真的不累吗 干嘛不让保镖去 不过 看他那副开心的模样 我默默地把话咽了回去 叮铃铃 宋乔的电话铃声响起 宋乔也不避讳我 直接在我旁边接通电话 小西 我的眸光闪了一下 电话里传出俏皮的声音 妈妈 你和爸爸会来看我的比赛吗 我有点紧张 宋乔下意识看了我一眼 我以为他要和我说他得走了 我表情管理都做好了 但下一刻 他将头转了回去 抱歉小西 妈妈今天要陪着瑶瑶 电话里沉默了很久 随即像是强颜欢笑般说着 没关系妈妈 我理解 哇哦 好一朵纯洁的小白花呀 宋乔挂了电话 显得有些沉默 我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坏意地笑了下 顾熙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会演吗 我装作小心翼地扯了一下宋乔的袖子 你们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顾云走过来 便听到这句话 急忙说怎么会 你可是我们亲闺女 我把头低了下去 有点闷闷不乐地说 你们不是都没把我的存在和家里人说吗 宋乔有点焦急地回答在知道报错后 我们就把20年前的真相和他们都说了 我洋装不解 那顾熙姐姐不知道你们今天来找我吗 顾云听闻有些疑惑地看着自己的妻子 小西说她比赛紧张 让我们去看看 说完两人都晋升了 一个混迹商圈 一个混迹娱乐圈 刚才可能被一点亏就蒙住了 但经我这提醒 能不懂这背后的小心思吗 沉默是今晚的康乔 我看他们这副反应 按顾熙那尿性 无非就是在他们陪我时 让他们去参加他的比赛 好给我一个下马威 不过 谁还不是一朵小白花呢 我摆出最佳角度 让他们夫妻俩可以刚好可以看到 我委屈又强装坚强的模样 没关系的 你们去他比赛吧 毕竟 顾熙姐姐陪了你们20年了 他们眼里的心疼更甚 嘿嘿 我这个眼妖上的很成功 他们陪了顾熙20年 就缺少了我20年的人生 宋乔联系的摸了摸我的头 轻声开口 爸爸妈妈今天就陪着你 天色渐晚 四周灯光逐渐点亮 像冉冉升起的明火 车上 顾熙和我讲着家里的是 你大哥顾眼 现在在公司上班 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 叫顾晨 他进了娱乐圈 哦 一个霸总 一个顶流 开始神有想象等下的画面 他俩把我堵住 狠狠地警告我 你和我们只是有血缘关系 顾熙才是我们唯一的妹妹 哥哥你别这样 他是你带着血缘关系的亲妹妹 我才是那个外人 呜呜 思绪飘得越来越远 我冷不丁地打了个恶寒 瑶瑶 怎么了 不舒服吗 我没事 我就是怕 我决定先下手为强 怕哥哥姐姐 他们不喜欢我呜呜 夫妻俩急忙安慰我 顾云更是说到 要是那两个臭小子敢欺负你 看我不揍他们 我装作感动地点了点头 我内心毫无波澜 我压根也不在意 他们对我的看法 我答应回这个家 除了有奶奶的原因 就是想要报复顾希罢了 对这缺少了20年的亲情 完全是Don He care 因为我也不是很缺爱 我心里很健康的 虽然养母对我不好 养父呆不冷的 但她也会在私底下 偷偷护着我 而且我还有奶奶 她补齐了我童年 乃至现在所有的爱 所以当我知道 我有真正的家人时 我并没有太多的感觉 不会去抱怨他们 把我弄丢那么多年 也不会去抱怨过去的苦 别对过去频频回头 未来更值得期待 第四章 争锋相对 四 顾总 到了 哇呜 富丽堂皇的别墅 我眨了眨眼 跟着他们一起进去 一个27、8年级的男人 走了过来 戴着玫瑰金色眼镜 如墨的碎发 被打理得十分精致 如墨的长眉 狭长如星号的眼眸 气质冷润 干净如茶 斯文却又独特 她从容地走过来 你好 我是顾眼 我下意识脱口而出 原来不是天梁王拓的霸总啊 顾眼意识有些愣住了 眼底似乎闪过一抹笑意 意识到说了什么 我显得有些尴尬 你好 我是顾瑶 瑶瑶 没想到我们竟然能成为姐妹 旁边的顾熙 见我们两个快聊起来了 赶忙凑了上来握住我的手 装出一副很是激动的样子 瞧瞧这虚伪的笑容 眼里的极度都快藏不住了呢 我回扣住她的首饰啊 真是巧 又话风一转 杨庄天真的说到 难怪第一眼 我觉得跟我羊母还挺像的 first blood 顾熙的微笑莫的一僵 她不是整天嚷嚷的 自己是顾家大小姐 生来尊贵吗 我就偏偏要反复提醒她 这二十年不过是阴差阳错 我再次出刀 不过好久不见了 我刚差点认不出来你了 顾熙扯了扯嘴角 我怎么会呢 我做做的思考了一番 又装出一副 焕然大雾的样子 你的脸肉了一些 可能是顾家的伙食太好了吧 double kill 我知道顾熙对身材极为在意 所以我就是故意 按戳戳的说她胖 顾熙差点维持不住她 仅有的笑意 突然 一个黑影搜的一下 从大门窜了进来 她将帽子摘了下来 一双好看的狐狸眼露了出来 又把身上厚厚的外套脱了下来 显得倒是有些狼狈 双胞胎吗 她和我长得还是挺像的 想必这就是我那个顶流二哥了 顾熙见我眼睛一眨 不眨地盯着我 不由有些好笑的愣咋了 我脑子又一次短路了 抬头看着她认真回答 没事 就看你这样 感觉你也是被爆错 刚流浪回来的一样 她哼笑一声 反手把帽子扣我头上 让你失望了 这么狗血的事没落我身上 欢迎回来 以后就有机会合作了 顾熙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看着自家大哥询问的眼神 顾熙开口解释 她在音乐方面造诣很深 之前想找她合作都被她拒了 我想起正一回事了 当初顾熙确实多次 向我递来橄榄枝 但是因为她是顾熙哥哥 我对她观感很差 也就没理了 我笑了笑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有的是机会 是吧 姐姐 顾熙的脸不禁扭曲了一下 又很快回复正常 弱弱的说是一家人 但我终归是外人 我眼睛一亮 哦哟 剧本来了 毕竟是养了二十年的女儿 宋乔和顾云 还是很心疼在意的 小熙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你和我们是一家人 可是 我们始终没有血缘关系 顾熙的泪珠子在眼眶中打转 我抓住时机 先她一步落下泪 要不我还是走吧 姐姐看起来很伤心 五千万 不打扰你们一家相亲相爱 宋乔和顾云一听 更急了 傻孩子你说什么呢 我在脑海中搜罗出 待遇是犯件速成记 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姿态 是我要的太多了吗 可是 养母她对我非打击骂 都有五千万呢 嗨 终究是多嘴瓶舌 惹人烦了 傻孩子 你胡说什么呢 我们怎么会嫌你烦 开口也只敢要五千万 孩子你受苦了 那你 五千万很少吗 有钱人的世界我不懂了 这万恶的资本家 我哭得更真了 顾眼递了张黑卡给我 我呆了一下 马上说住了声 给她来了个90度鞠躬 谢谢老板 哦不是 谢谢大哥 这可是烫金的黑卡 这个世界上除了马云 谁能不爱钱安慰 顾眼嘴角勾起一丝笑意 就当做见面礼了 下一秒收回笑意 对着顾兮以后 不要说这种话了 你已经替咬咬过了 二十年好日子了 大哥 我顾兮咬了咬唇 显得楚楚可怜 宋桥见状也出来打圆肠 我们先去吃饭吧 琳琅满目的美食 我专心吃着 碗里堆叠如山的饭菜 够了够了 太多吃不下了 我将碗里的饭吃完 习惯性端着碗就要去厨房 等等 这就要走了 顾眼清冷的嗓音响起 呃 是有什么别的规矩吗 突然想起 之前养母看的电视巨额 上一年继续 老奴先行告退了 哭呲 顾尘一口饭喷了出来 在那里 哈哈哈哈笑不停 顾眼咬汤的手顿了一下 有些无奈 我是让你喝碗汤再走 宋桥和顾云 也笑着看我你这孩子 说什么呢 我有些受宠若惊 谢谢大哥 你到现在还没叫我哥呢 顾尘笑停了 听到我这句话有点不满 我埋头喝着汤 也不搭理他 余光瞟到顾兮 用力咬着筷子 恨不得把牙银都咬掉 对了咬咬 你明天和小溪一起去学校吧 顾兮眸光闪了闪 仰起笑颜 对着宋桥和顾云说 放心吧爸爸妈妈 我会照顾好妹妹的 我依旧没应声 鬼知道他葫芦里买着什么药 不过 我好像听到旁边顾尘轻驰了一声 他跟他也有仇吗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第六章 威胁 六 一日一早 我刚下落顾兮便过来 搂住了我胳膊 他好像自以为很俏皮地说着 咬咬 你怎么起那么晚啊 睡懒觉可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哟 哦 突然有点后悔住这里了 不然也不会一大清早就听到 这令人作呜的声音了 真是 钱难挣 使难吃 不过 我也不能放弃 任何一个恶心顾兮的机会 我睁开顾兮的手 转而跑过去 抱住一旁招呼吃饭的宋乔妈咪 我好久都没睡过那么舒服的觉 我觉得 我现在好幸福呀 果然 宋乔一脸心疼地看着我 还对顾兮说 小西啊 以后 让你妹妹多睡会 你要是着急 你就先去学校哈 顾兮脸都黑了 还能挤出笑脸 对宋乔说妈妈我不着急 我站在宋乔后面 啃着面包 向顾兮比了个国际友好手势 他牙都快咬碎了 还得对我乐呵呵 车上 顾兮立马卸下他伪善的面具 顾兮 别以为你是顾家真正的女儿 你就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我和他们 可是相处了二十年 那又怎样 顾兮 你以为你霸凌我和去可的事实 会有人遗忘吗 顾兮眼睫毛猛的一颤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听不懂没关系 会有人懂的 我死死抓住他的胳膊 疼吗 这可比烟头烫得伤轻多了吧 顾兮 顾家人是正常人 不是拱你玩乐的傻子 你觉得 他们知道后 咬得极重 我会让你一无所有的 姐姐 顾兮恶狠狠地瞪着我 你做梦 说完 头也不回地开门下车跑了 扑呲 笑死爷了 是心虚到包都忘拿了吗 小西 听说你家从外面带了个女生回家 真的假的 那个女生真是需要 她和你家啥关系呀 顾兮的同学围着她叽叽喳喳 她抿了抿唇 有点扭捏地说了句 她是我妹妹 抬起头来 依旧是人前女神的模样 我妹妹是从乡下接来的 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我依旧拿她当亲妹妹看 以后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 多多照顾她 我刚到她教室 就听到这句话 嘖嘖茶味冲天啊 周围响起顾兮小跟班的哄笑声 无非就是运气好 才被接到顾家的吧 就是就是 也就我们稀稀善良 才拿着眼机当妹妹看 也可能是她在音乐上 有点子本事 才被接到顾家 给小西当个玩伴罢了 她有个屁的本事啊 我笑了 这几个人 还真是依旧惹人闲啊 周围闹声不断 顾兮不承认也不反驳 只有在她的小跟班诋毁我时 嘴角泄露出几分笑意 最后 顾兮得意够了 才女王班制止了她们的话语 好了 都说了我 把她当亲妹妹看的 你们再这样我可是要生气的 我装作没听到她们的对话 眼睛眨了眨 盯了太阳几秒 直到有泪花打转 才慢悠悠走向顾兮的位置 将包递给她 一副感天动地的模样 姐姐 我没想到你这么善良 在知道自己和顾家 没有血缘关系后 也没有排斥我这个顾家亲女儿 还拿我当亲妹妹 我真的好感动啊 顾兮的表情 顿时将吃了几斤屎般难看 周围人的表情 也是变了又变 姐姐你放心 就算你不是顾家的亲女儿 我还是会把你当顾家的一份子 因为你真的太善良了 善良得我五体投地 快上课 我先走了 拜拜我善良的姐姐 谁比谁更差 我扔下一对话就走了 刘顾兮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走到门口时 还听到几个平时 和顾兮不太对付的人 在那里笑着 原来顾兮才是那个野鸡啊 哈哈 耶 目的达成 第七章 治病 气 放学后 我接到了管家的电话 抱歉小姐 顾兮小姐说她有急事 需要先走 OK 那我自己打打车回去 我毫不在意 这报复简直小儿科 一辆低调的浅灰色 劳斯莱斯缓缓停在我的面前 车窗降下 我有些意外 大哥 你怎么在这 上车 男人清冷如玉的嗓音落下 我挠了挠头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打车回去 你奶奶的心脏源找到了 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还要在这等 休了一下 开门关门系好安全带 动作可谓是一气呵成 走吧 医院 顾允宋桥还有养父母 已经在那等着了 瑶瑶 你放心 这次手术的主刀医生 是扎里先生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宋桥走过来安慰我 我心不在焉地硬着 忍不住握紧了 开始发汗的手 盯着手术中的标志牌 瑶瑶 我回头看了一下 是我的养父 她还是呆呆的模样 憨笑着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面包 有些拘谨地说着 饿了吧 给 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面包 我一时有些愣住了 养母一把将她拽了过去 你是不是傻 人家现在是顾家 这儿八经的千金小姐 还会稀罕你的面包 她尴尬地挠了挠头 我就想着 闺女小时候很爱吃 下次我再给你买别的呵呵 我立马将面包接了过来 突然觉得眼眶有些酸涩 我现在也爱吃的 谢谢爸 听到这一声爸 有黑的男人在那傻傻地笑着 一刻钟过去了 手术中的灯牌骤然熄灭 医生 我奶奶怎么样了 医生将口罩拉下手术很成功 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 便走了 我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奶奶 眼里揉成一片汪洋 我在这里照顾一下奶奶 你们先去忙吧 我拿着毛巾 仔仔细细地 擦着奶奶的手和脚 偶然间注意到 她的眼睫毛轻颤着 奶奶 床上的老人悠悠转醒 浑浊的眼睛缓缓睁开 奶奶 你怎么样了 女娃你是 你有没有看到我乖孙女 她才八岁里 我的心有一瞬间凉了 我知道 她的二兹海默症更加严重了 你孙女叫瑶瑶是吧 你看我像不像 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奶奶盯着我看了很久像 女娃你长得好像你 但是我孙女只有八岁 她是个可怜的娃哦 爹妈不咋管 我心疼低狠 女娃你咋哭了呢 没事 我一把抹掉眼泪 您的孙女很幸运 她遇到了个对她很好的奶奶 记忆中 母亲总是很讨厌我 因为我出生时身体弱 要花不少钱 还因为她生我实坏了身子 她对我更加厌烦 总觉得我是个赔钱或扫把星 但奶奶不一样 她将我带回乡下的家 会在好冷的冬天 给我织毛衣煮饺子 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回忆了 眼泪即将绝低 我连忙一开视线奶奶 我去给你打点水 可就在我打完热水回来时 我在病房里看见了顾熙 我听到里面 传出来的断断续续的声音 你知不知道 你这几年疼的孙女 就是个假货 她才不是你眼中 那副乖巧的模样 奶奶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只是着急地 拉着顾熙的手 却被她嫌恶地甩开 奶奶愈发焦急 低声下气地说着 我 我孙女人很乖的 你不要欺负她 奶奶我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我的瞳孔猛然一缩 那是在我刚上出意识 我凭着优秀的成绩 去了镇上的重点中学 到那里的人觉得 我是个野孩子 不愿意陪我玩 还总爱欺负我 奶奶知道后 迈着沉重的步伐 将那些同学 一个个请到家里 给他们做好吃的 只是希望 他们能和我好好相处 但奶奶不知道 我受到的欺凌更重了 因为他们回去后 跟别的同学说欺负我 我奶奶就会给他们做好吃的 不过最后 我反击了 我奋起和那些人打了一架 虽然在医院待了几天 但我并不后悔 一味忍让 并不能减轻我的伤害 只能让他们得寸进尺 这次也不会例外 第八章 参加综艺 爸 奶奶 你先休息一下 我和她说两句话 我一把拽住顾熙的手 将她拉了出去 狠狠甩在监控死角的墙壁上 顾熙 我劝你别把主意打到奶奶身上 她可是你亲奶奶 顾熙满不在意地 抹扎着自己的美甲 那又怎样 她养的是你又不是我 哎 哎你们干嘛呢 顾成全副武装 掉了锒铛地走了过来 没什么 我们姐妹俩交流感情呢 顾熙一把搂住了我的胳膊 轻密地移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发了的白眼 推开了她滚远点把你 谁跟你姐妹俩 顾熙刀下脸就黑了 有些委屈地看着顾成 顾成里都没理她 跑到我旁边 泽泽称奇脾气还挺大 别那么冷漠嘛 当当 我给你奶奶带了鸡汤 我有些意外你熬的 她摸了摸鼻子 当然不是 我让张妈熬的 也是 食指不沾春水的大少爷 怎么会熬汤呢 不过 还是很谢谢她这副心意 谢了 照顾完奶奶 顾成还屁颠屁颠地 跟在我身后 我有些莫名其妙 干嘛 瑶瑶啊 我最近在录制一个综艺 近期需要邀请 七人朋友一起 你可不可以来参加 综艺 这个我倒是有一点印象 她是采取直播的方式 还邀请了顾成 这样的顶流常驻 热度非常火 我有些奇怪 你怎么不邀请顾熙 不喜欢呗 我有些正愣 眼底也浮现出一点困惑 不过 顾成依旧抱着头 并不打算解释一下 我撇撇嘴 硬了下来行 录制当天 网友们准时蹲点 顾成挨个向人介绍我顾瑶 我亲妹妹 大家多多关照 弹幕 顾瑶 晨晨的妹妹 不是顾熙吗 哦 我知道她 音乐界的小鬼才需要 云里大师的亲传弟子 就是不知道 现在为什么姓顾了 这就不得提一下豪门心密了 这位是从小被抱错的 真正的顾家千金 弹幕里一片唏嘘 而这份唏嘘 在另一位顶流小声出场时 身边跟着顾熙打到了顶峰 哇塞 家人们 Funo啊 这是什么修罗场啊 顾熙穿着一身白裙 小白花气质灼然 她小心地看了眼顾成 肘准了摄像机的角度 哥哥 抱歉 我只是想和你们在一起玩 看似开解 实际上不就是在控告顾成 有了亲妹妹 就不要她吗 在这茶味冲天了一刻 我和顾成的表情 默契地像集了那只死猪 惊掉下巴的表情包 无语宁耶 但无语归无语 我也不能白白被网友们骂 姐姐 你别怪哥哥 你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20年 哥哥也是心疼 我想多陪陪我罢了 我自己都快给自己整吐了 眼看火药味越来越重 热度越来越高 导演都快乐成花了 笑咪咪地开始今天的录制 第九章 造谣 九 这个综艺是在湖边录制的 眼看快要结束了 我终于能松口气了 因为我实在是汗鸭子 实在是怕 就在我打算走人时 伴随着一道惊呼声 我下意识望过去 却被旁边突然伸出了一只手 将我往后拉 湖水淹没了我 我感觉我快喘不过气了 呛了几口水 肺部有一种剧烈的撕裂感 好在顾晨及时跳下水 到我捞了起来 顾熙被人救上来后 啥事都没用 因为她本来就会游泳 她泪眼婆娑地跟我道歉 实在对不起摇摇 我刚才脚下一滑 下意识想抓住点东西 我呛到了水 在一旁剧烈的咳嗽着 但我下意识觉得 她的陷害可不止在这 果不其然 下一秒她突然惊呼起来 指着我被水打湿 而有些透明的肩膀 妹妹你这里 怎么会有烟头烫伤的吧 你不会和那些 小混混在一起过吧 我在心里暗笑 果然 顾熙知道这些 都将成为她霸凌的证据 所以她决定先下手为强 弹幕也剧烈地翻滚 果然不是受过 正经教育的大小姐 就是不知廉耻 泽泽和混混在一起 真是人前一个样 人后一个样 我将头埋在顾晨怀里 一声不吭 反而像是坐实了她的话 但就在她靠过来 想要再说点什么实 我大声瑟瑟发抖道 对不起 求求你别打我 顾熙一下子愣住了 周围人不约而同 眼神奇怪地扫了她一下 顾晨将她的西装外套 披在我身上别拍了 她将我带回酒店 你别怕 哥会保护你的 我相信你没做过那些事 但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会帮你 或者说顾熙对你做了什么 还是瞒不住她呀 如果我说顾熙霸凌过我 你信吗 我冲着她笑了一下 壮死开玩笑的话 也不过是为了掩饰内心的在意 顾晨没料到会是这样 一时有些呆愣住了 好了哥 我要去洗个澡 你走吧 我坐视关上门 我心里泛起酸涩 其实 我也不期待她会有什么回答 啪的一声 我错愕地抬起头 只见快要关上的门 被顾晨一把按住 那张好看的脸 此时显得有些焦急 瑶瑶 我信 她坚定地看着我 一字一句地说着 她信我 煞时间 被我刻意忽略 埋藏于内心深处的一丝委屈 也骤然瓦解 我吸了吸鼻子 眼里尽满笑意 二哥 谢谢你 不过接下来的事 我有把握 你不用插手 最后 顾晨说不过我 烦躁地揉了揉头走了 我先去洗了个热水澡 出来时 网上已经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我的微博底下 全是辱骂声和辩解声 顾晨那样子 是受过霸凌吧 我觉得像 而且霸凌者不会是顾晨吧 豪门果然复杂 瞧瞧这狗血程度 我想过顾晨会回击 但没想过她的方法 如此下作造黄瑶 我觉得她是插足别人家庭 被袁佩打了吧 你别说 你还真的别说 我觉得可能性很大 有一些自称我高中初中的同学 纷纷冒出来 打着有图有真相的名号 佩图是我进了顾晨的车 需要高中时 可和好多个小混混纠缠不清 有个烟疤算什么 佩图是高中放学 被小混混堵在小巷里 我翻了一下来电和消息 顾云和宋乔 还有顾晨 一直不间断地拨打着电话 我接通了宋乔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交集声 阿云快来 瑶瑶接电话了 瑶瑶 你没事吧 网上的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 爸爸妈妈都不相信 你会做出备得之事 那些事我都没干过 我无意识地扣着手指 捶着眸那个吧 是顾晨烫的 爸妈顾晨霸凌过我 说完这句话后 我心里那块沉重的石头 终于落下 但是电话那头 是漫长的沉默 几乎快将我的呼吸禁锢住 烦躁的情绪再次涌出 我扔下一句就这样吧 便挂了电话 看着已经熄灭的屏幕 我在心里自嘲着 果然 他们还是不相信 顾晨会做出那种事吧 但不管他们站在那边 我都不会放弃 无论是霸凌者 还是造谣者 都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看着他们骂得越来越凶 开黄枪开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我直接联系律师 进行区块链证据保全 截图保留了全部证据 我需要这场热度 但不意味着 我会让这群人逍遥法外 再一道手机铃声响起 我刚想挂断 却发现屏幕上显示的是曲可 我有些意外 接了起来 瑶瑶 我知道网上这些都不是你干的 你快发真相 我知道她为什么那么慌张 因为在她被霸凌时 没人相信她的话 反而造谣她 她深刻懂得造谣 尤其是造黄瑶的可怕 她可以轻易毁了一个人 小可 我们面对造谣 不应该摆出我们没干过的证据 一旦陷入自证陷阱 只能是给别人更多的靶子 来攻击我们 我们应该用法律回击 第十章 反击 顾晨也摆出了一段视频 是顾晰虐猫的场合 视频中顾晰表情癫狂有趣 让在座的人都不寒而栗 这或许就是她 那么讨厌顾晰的理由吧 两久 顾云和宋乔拍板决定 会配合警方的调查 让顾晰受到应有的惩罚 顾晰抱着顾云的大腿 哭得声泪俱下 爸爸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会改的 求求你别不管我 呜呜呜呜 顾晰知道 没了顾家这座靠山 她会一无所有 身败名列 甚至进去吃老饭 采缝刺鸡 但这次 夫妇俩铁了心 不会管她 我看着她这副狼狈的模样 走过去蹲在她面前 后悔吗 可能是意识到顾家抛弃了她 她突然阴瑟瑟地笑了起来 怎么会后悔呢 我替你享受了 二十年附加千金的生活 享受了你所有家人的爱 而你呢 被那个女人殴打辱骂 为钱奔波 许咬 你瞧瞧你多可怜啊 许咬 你就是个可怜虫 你就是个废物 你活该 你活该啊 此时的顾晰 顾晰就像个疯婆娘一样叫喊着 顾云和宋桥等人 都是一脸震惊和痛恨 许是没想过 自己二十年来交养的女儿 竟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我一脸平静 甚至有点想笑 那又怎么样的顾晰 你现在在这狗叫 能改变什么吗 你以为其他被你霸凌过的人 现在你的靠山没了 还会稀释宁人吗 就算你侥幸在你死前 你还能出狱 那迎接你的 就是你最瞧不起的底层生活 我缓缓靠近她的耳边 一字一句击溃着她的防线 所以 你可要好好活着呀 顾晰抬起头 满脸愤恨 撕心裂肺的吼叫着 多去死吧 只见顾晰不知道 从哪里掏出一把水果刀 猛地向我刺来 我的呼吸一下子顿住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 顾眼及时将她手里得到踹开 顾晨也紧随其后 将顾晰按在地上 宋桥等人被这个 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失声 反应过来后 急忙到快报警 又冲上来围住我摇摇 你没事吧 我摇了摇头 顾晰还在那癫狂地喊着 我要杀了你啊呀 宋桥气得浑身发抖 直接给了顾晰一巴掌 颤着手指着 他为养了你二十年 二十年啊 怎么就养出了 你这个蛇蟹心肠的人 最后 警察赶来将顾晰逮捕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顾晰涉及故意伤人罪 故意杀人罪 及网络造谣等罪名 被判处三十年有期徒刑 顾晰锒铛入狱 虽然判决结果出来 时候觉得有点便宜他了 但转念一想 到时他出来 五十岁了 但暗底 他又该怎么 在他最厌恶的底层生活里 摸爬滚打 只能说 天网灰灰 说而不漏 妄想挑战法律的底线 终究会受到法律的审判 他的未来已然结束 而我的未来刚刚开始